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芒果双色奶冻 我们需要芒果两个,果肉切出来大概在400克的样子 35%的cream 60毫升,牛奶 200毫升,20克糖,30毫升水,还有10克鱼胶粉 我们把60毫升35%的cream倒在牛奶里面 然后把30毫升的凉水倒到这个鱼胶粉里面,把它浸泡一下 泡成这样子基本上就可以了 拿10克糖加到牛奶里头 然后把牛奶加热一下,我是放在微波炉里的 大约在50摄氏度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半的鱼胶粉加到牛奶里头 搅拌均匀,让它在里头都完全的融化 现在我们来取果肉 芒果取果肉的方法很多,你不一定要照着我这样子做 把果肉都切下来以后呢 我们取几块稍微整齐一些的,等下可以做装饰用 加10克糖 用机器把这些芒果肉都打成泥 另一半的鱼胶粉放在这个容器里头,隔水融化 把它分几次,倒在这个芒果泥里头,把它打到均匀了 现在我们拿两个玻璃杯,斜着放上 把打好的芒果泥,倒到这个倾斜的杯子里 我这个芒果泥看起来好像有点厚啊 可以稍微加一点水 不过我觉得这样全果肉的也挺好吃的 味比较浓 倒好了以后,放在冰箱里头冷藏两个小时 拿出来以后,我们就把刚才放凉的牛奶倒进去 倒好牛奶以后呢,就要再冷藏两个小时 吃的时候放上芒果丁 做个装饰 再放两个薄荷叶子 这样漂亮又好吃的芒果奶冻就做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击右下角的院子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